在最近真主瓦风波后 社交媒体上涌现了一股杯葛潮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认为 购物不应该因为种族而区分 而应该着重于业者的服务和商品质量 他在最新的脸书帖文中指出 一味的杯葛只会加剧种族问题 而不是解决它 他举例说明了 自己在五级杜猛休息站购买食物的经历 强调了业者的烹饪水平一流 这才是他选择光顾的原因 他表示 如果业者的食物不好吃又贵 他是不会去买的 如果是马来人就叫我光顾 但是产品既贵又品质差 没门 他呼吁人们 不要纠结于业者的种族和宗教背景 而是应该关注产品的品质和服务 他说 你教导马来商人 通过专注产品品质和服务 提升竞争力不是更好吗 我只会在我喜欢的地方购物 不管对方是什么种族和宗教 这种人 号召者只会带来种族问题 马华总秘书拿督张胜文指出 近期我国频繁出现争议性课题 包括针对个别商家或品牌的杯葛行动 政府的反应令人感到遗憾 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政府内阁部长和副部长在处理这些课题时的态度 要么是不作为 要么是持作为 这导致问题不断恶化 他强调 政府有时甚至迎合极端分子的叫嚣和诉求 使得特定事件无法平息 反而进一步扩大延烧 张胜文认为 团结政府执政以来提出的昌明大马理念 本意是要引领国家走向永续 繁荣 创新 尊重 信任和关怀 然而 直到今天 政府的施政往往没有贯彻这一理念 反而与之背道而驰 国家目前正值经济低迷 民生困顿之际 一小撮有心人士往往趁机惹是生非 制造对立 从中捞取廉价宣传 他批评政府的不作为或持作为 让人难以了解其立场和方向 使国家陷入僵化和动荡的氛围 进而影响外资投资意愿 打击经商环境 使经济复苏之路更加艰难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拉·沙鲁丁 呼吁各界别在对真主瓦事件上大做文章 并且严厉警告民众切勿动用私刑 拉·沙鲁丁在吉隆坡警察总部 见证吉隆坡总警长移交职权时指出 警方将继续监督社交媒体上 可能挑起宗教和种族敏感情绪的言论 并且对任何违法事件展开调查 他强调 KK超市风波瓦事件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 相关人士也已经被提控 因此没必要再让此事继续发酵 在回应霹雳美罗KK Mart 遭人抛弃油弹案时 拉·沙鲁丁严厉警告民众 不要将法律操纵在自己手里 不要动用私刑 我们必须遵守我国法律 只要是违法的行为 警方绝不会坐视不理 他同时劝告民众 不要再玩弄敏感课题 以免造成社会恐慌 何种族间的不和谐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博爱 否认与经济部长拉斐兹之间 存在私人恩怨 此前 拉斐兹在回应民众 对主要数据库系统泡渡的不满观点时 只称只有博爱不断在争论 因为博爱对他有私人情绪 博爱则否认了拉斐兹的说法 并表示拉斐兹所指控的事情 恰恰反映了他在前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执政时期的态度 他今日透过脸书指出 在纳吉想要让国家成为高收入国时 拉斐兹就是负责煽动的工作 他进一步表示 现在他才知道东铁的好 龙兴高铁 泛婆罗大道 消费税GST 敦拉萨金融中心等等 都是让人民受贿的 博爱质问拉斐兹 当了部长后 是否有令人值得骄傲的成功方程式 并指出 沙拉越和沙巴也都拒绝了泡渡 他强调自己只是在批评 并没有煽动 并表示自己跟拉斐兹 没有私人恩怨 只是在等待拉斐兹 让马来西亚致富的方程式 前巫卿团长凯里日前 在播客节目中批评巫统 在阿莫扎西领导下 已成为团结政府的累赘 阿莫扎西则作出反击 反指像凯里这样的人才 是真正的累赘 他今天在一家清真寺 出席开斋活动时说 那些过着奢侈生活的人 在指责别人是累赘之前 必须先看回自己 是否也是个累赘 这些反体制的人 经常都只会指责他人 他指出 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中 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近期落实的 主要数据库系统炮渡 沙巴西海岸的 刮拉班游海边 近日涌现了数量惊人的 罕见大群水母 引起当地村民的意外和关注 甚至有人预测 这是灾难来临的先兆 沙巴渔业局总监 阿兹·哈卡辛 发表文告表示 这一异常现象 出现在刮拉班油肝帮 江级一带 长达三公里的沙滩上 据渔业局鉴定 这些水母无毒 且不会带来危险 但接触到水母 会导致皮肤很痒 渔业局的研究报告指出 海水温度升高 导致水母繁殖数量增加 这与海洋食物来源的变化有关 例如浮游动物 甲鞘类和小鱼等 此外 海水涨潮和退潮的速度过快 也可能造成水母 被困在沙滩上无法移动 渔业局呼吁公众 不必对水母出现感到过度担忧 因为它们是溢于死亡的生物 虽然会留下不适的意味 但一两天后意味将会消散 渔业局也建议公众 不要在水母出现的海域游泳 以免发生意外